哈囉 我帶香檳了 我可以進來嗎 超大一瓶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AV 歡迎酒鬼們回到我的微信酒館 好久不見你們想我了嗎 OK 那麼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來錄一個Vlog 什麼Vlog 一個酒香的Vlog 你們以為我要錄加州Napa嗎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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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現在還以為加州只有Napa出好酒 那你就Out 今天呢我要帶大家來加州 另一個特別有名的酒香 叫做Apostle Robles 這次旅行的主要目的是被邀請來參加這邊的一個酒拍賣會 特別有意思的是這個酒拍賣會 籌到的所有的款都會無條件的捐給當地的慈善機構 他們可以拿去什麼 救助無家可貴的兒童啊 公共設施啊等等等等 同時呢我也會帶大家去看幾家比較有代表性的酒莊 跟大家來做一個開箱 我剛剛收到他們慈善拍賣會主辦方送的一個禮物 他們送到了酒店來我就覺得 呃 禮物 Yes Of course Yeah 那他們給我送了一個這樣的禮盒 這個是一個當地做琴酒的一個地方 啊 謝禮 看裡面有什麼 啦啦 哦這是啥 這好像就是他們的一個調酒的一個配方 叫做什麼 洛杉磯女人 LA Women 禮盒裡面呢 是有做這一杯調酒的材料 那它裡面有一個檸檬 這是他們自己品牌的琴酒 哦 一個薑汁啤酒 蜂蜜 就是一點香草 是那個甜菜跟粉 欸講真的我覺得這樣的禮盒 特別有意思 我看我這兩天能不能騰出時間來按照這個配方來給你們做一個想看的扣衣 OK 那我們話不多說就跟我一起來Puzzle之旅 Let's come 我們第一家去的酒莊叫做Foodra 進入Foodra這家酒莊之後 首先吸引我的是牆上這一幅畫 他們家酒莊呢是偏一種工業風的感覺 酒標呢中間都有一個分割線 我覺得特別有意思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邊地形 Puzzle Robles 大部分的葡萄都是種在這個山坡上 為什麼是種在山坡上呢 其實Puzzle跟哪怕的氣候是很像 都是地中海氣候 那麼地中海氣候呢就是白天很熱 晚上很冷 Puzzle這邊它週夜溫差更大 所以呢早上跟晚上就是特別特別的冷 種在山坡上的話呢 高一點的海拔 它們就不會有霜凍的問題 現在嘗的是他們家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一款紅葡萄酒 叫做甜心小兔子 Honey Bunny 主要都是希拉 希拉這個品種的特點 如果你是那種比較重口味的酒鬼啊 你就可以選一些希拉這個品種來喝 會有一點點辣辣的感覺 就是那種黑胡椒的辣 黑櫻桃啊 褲盆子 希拉它的丹寧很高 丹寧是什麼 我之前教過你了 丹寧就是你喝下去之後 這兩邊特別特別的色 那現在呢我們要去另一個酒莊 叫做 Booker Winery 今晚呢會在酒莊那邊吃飯 走吧 Booker這家酒莊是偏現代溫馨型 如果你是坐在他們的VIP品酒室 就可以看到整一個葡萄園的風景 就是百分之百的哥海納 哥海納它是那種顏色比較淺 但是它的味道卻很足 就是不要小看它淺淺的顏色 但是呢 它的口感是很飽滿 酒莊小姐姐拿出他們家的旗艦款 給我們品嘗 左邊這一款呢是在木桶成年18個月 右邊呢是24個月 我自己的口味 我是喜歡24個月的那一款 我自己的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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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要說話 你叫什麼? Kevin Kevin 我們這裡還有一個酒吧 這是Kevin 這是Kevin 嗯 對 所以多少瓶 2瓶 2瓶 1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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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是那种甜 然后有一点点 怎么讲有一点点色 然后那个成年郎姆酒的味道很重 泡河 大家赶紧削下来 这款鸡尾酒 我就起名为墨西哥的夏天吧 加住30毫升的成年龙舌兰 30毫升的初恋西瓜汁 10毫升糖浆 10毫升清凝汁 摇一摇摇一摇 Kevin说我是本场最亮的那个女生 所以她就给我做了朵花 这我自己编了 这款鸡尾酒真的夏天喝YYDS 好吗 大家好我是Ellen Ivy好像喝嗨了忘记录结尾 喜欢她的节目别忘了三连一个 下期会有那个酒拍卖会哟 爱你们哟